大家好 今天是6月4号 我接着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要编的口述社会史 我先给大家讲讲我的亲历 在1989年的5月21号 叶飞 张爱萍 萧克 杨德志 陈再道 李俊奎 宋世伦等七位老上将联名反对戒严 注意是七位 还有人说还有一个第八位 那么我们再核实一下 因为已经过去了33年了 就是日子就是1989年的5月27号 七上将 5月21号 这个七上将或者八上将联名上书 反对戒严 军队是属于人民的 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 完了过几天就爆发了大游行 北京百万民主上街反对戒严 同日徐向前聂荣真这两个是元帅 刚才说那个是上将或者是大将 这个徐向前聂荣真讲话 部队不是针对学生来的 不要听信谣言 但是这现在这句话不是谣言 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在33年以前 解放军主战坦克加自动武器 就到了北京就开枪了 说不是针对学生来的 应该说是既是针对学生来的 又是针对北京市民来的 因为这两拨人是混在一起的 大约有百万 所以这句话呢就是一个 不要听信当时的谣言 谣言就是说要向学生市民开枪了 所以我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事啊 因为我这还有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邓小平在1989年 已经写了有二三十年了 谁写的戴晴 戴晴 这本书里头要加一张 就是再版 这一张着重的叫写这件事 就是1989年5月21号 所谓八上将七上将上书这事 我给大家讲讲呢 我们叫信息得对称 因为很多人呢他不知道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听他们亲自跟我说的 谁说的 一个叫江林女士 她现在人呢 在加拿大多伦多呢 我们也做过好几次节目 现在她身体不太好 因为她岁数也很大了 这个而且呢 当那年也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被当时她被这个 穿制服的人 穿制服的人到底是武警还是军队 没有法辨别 拿棒子 警棍 把她打的是满身是血 特别是她的脑袋 后脑勺 打了一大口子 她来我家的时候 我还能看见这个所谓大巴雷的 当时给她满身流血 当时由另一个人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从战争中走来 就刚才我给大家写的这个 就是由张爱萍 这本书 就是张爱萍的大儿子 叫张胜 他比我大两岁 我是1947年生 张胜是1945年生 我今年75 张胜今年77 我现在先给他 请周航把这个张胜的简历 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张爱萍 因为这是张胜 张胜他的当时 33年以前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 战役训练局局长 他的军衔是大校 当时我给大家说的 那个江林 他是解放军报的 重要的一个记者 当时他的军衔是中校 张爱萍 1910年生人 开国上将 他是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 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 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 对 我给你插一句 就是他是两担一星的总指挥 他的上级就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的上级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老大 毛泽东 这个周恩来总理 就是这个整个活动的大国的一个总理 毛泽东指挥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张爱萍上将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创始人 1987年隐退 2003年7月5日去世 享年93岁 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 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 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在其道德品质方面 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贝尔我再介绍一句 贝尔是当时美国的第一流的学家 他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后 现代化 也是我们周航的导师 我的一个老朋友 叫丁学良的导师 丁学良后来呢 现在好像在香港呢 1935年 爱因斯坦悼念 居里夫人 简单说 他是丁学良 是贝尔的关门弟子 最后一个博士生 当时贝尔已经很大了 我估计七老八十了 已经不接收研究生了 但是呢 来了一个丁学良 贝尔一看 这是一个人才 难得的人才 破例 再带一个最后的博士生 而且呢 当时呢 贝尔呢 把丁学良安排在他们家住 因为在美国 你们注意 明教授 不是明教授 一般来讲 学生是学生 但是贝尔呢 这个 让丁学良在他们家住 而且贝尔呢 找了两个 年轻的 这个老师 教丁学良英语 因为丁学良呢 英语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 他是安徽人 他在 他学英语的年头 应该说比较短 所以说 就是他比较 岁数大的时候 才学英语 所以英语不是特别的好 人家贝尔找了两个 年轻的 漂亮的 女性 两个人专门辅导 丁学良的英语 所以丁学良就跟我开玩笑 说你看 两个又年轻又漂亮的人 教他英语 他说我学习英语的 这个积极性大增 英语呢 后来水平也相当不错了 后来 那个谁 丁学良呢 就到了哈佛大学 后来有博士 有留校 而且他也是 社学博士 跟我差不多是一个 门类 这是一本旧书了 从酝酿构思 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 即使从完稿报审算期 也过去七年了 今天的网络为普通人提供了 主张自己意志的平台 中国思想界 学术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新的史料 新的视角 新的理论 不断涌现 这些都在提醒我 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这本书 所涉及的那段历史 包括对书中的主人公 我的父亲 他的经历和信仰的思考 随着时光的流失 当年的伤痛会渐渐平位 回首往事 心态会渐渐平和 对人对事会变得更为宽容 当然这不等于说忘记苦难 忘记罪恶 忘记作家的社会责任 视角是随距离而扩展的 从对个体情感的关注 更多的延伸至 对时代的剖析 从探索真相 伸张正义 抨击邪恶 潜入到探讨 形成它的背后条件 历史的真实 总是在后人的质疑声中 一点点的浮现出来的 应该承认 如果我现在再写这本书 很多地方会写的不一样了 在观念上 也许会跳出 我成长的那个环境 所给予的政治化思维的定势 更多的站在 人类共识的高度上 观察那个时代 但出于对历史的尊重 我不可能按自己新的认识 对此书再做修改了 哪怕是在文字上 这就是一本 在那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书 一定会带有 时代的痕迹和残缺 当然 这并不代表 我固守书中的看法和结论 我盼望与读者讨论这本书 所涉及的那段历史 张胜 2013年7月 我再借这个机会 我再说我的一个计划 就是张爱萍上将 高龄 93岁 他的大儿子张胜 是 刚才讲了 做了一件非常壮观的事 就是他把张爱萍 组织这个七个上将 八个上将 这个上书 就是 军队属于人民 我们可能叫 这个 对 军队国家化 而原来我们的军队 是仿照着希斯勒 叫党卫军 原来我们叫党军 比如说当时 林彪有句话 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叫什么话呀 你毛主席是一人 我们军队 是 最起码也是党军呢 他怎么就成了你的好战士呢 后来到现在 有一度又变成了 做习近平的好战士 完全就是错 为什么 那时候有个党军的背景 但是党军怎么办 慢慢把它改成国军 国军就是人民的军队 军队是属于人民 不属于党 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 所以张爱萍这种 光辉的业绩 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我们下一步呢 就希望把他这两百万字的 从战争中走来 再贴上新的东西 给张爱萍上架 拍一个影视作品 或者叫电影 或者叫电视 都可以 因为这个张爱萍 他的一个信息很多 比如说张爱萍 他原来是新四军的 他有一架新四军 可能是从日本缴获来的 德国的最好的照相机 那牌子叫菜色 当时这一批人 张爱萍这一批人 基本不怎么照相 但是张爱萍有一个爱好 由于他有一架最好的照相机 他就拍了好多片子 这是老一辈 也就是说上将一级 包括大将和元帅 留下电视的 就留下电这个相片最多的 这些相片就在我们手里 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些影视资料 特别是相片 还有他这个书 把它浓缩成 拍成一个比较大伙容易看的 或者叫电视 或者叫电影 这个我们正在制作 如果有人愿意参加 我们都欢迎 特别是张爱萍的儿子 包括他孙子等 就他们这些人 都跟张爱萍很近的人 你们把你们掌握的 张爱萍的这些影视资料 传到我们邮箱里来 我们跟你们联系 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最棒的一个 国军的代表人物 因为他们有好几十人 做了很长的努力 就是把党军一步一步的 把它变成国军 特别是张爱萍 他跟美国官部长叫温伯格 他们谈了好几次 于是就造成了中美两国的军队 特别是海军 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了三次 第四次 第四年 就是渡军了 这件事 我们正在找美国的国会图书馆 和美国海军学院 他们的这些资料 把他们俩 这个 就是温伯和国防部长 和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 张爱萍上将 他们俩的这种交往 这种影视资料 我们找到 非常宝贵 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 绝对不能够对抗 那怎么办 那就是小平那一句话 叫增加信任 扩大共识 减少麻烦 不搞对抗 那么两国也要不搞对抗 两国的军队也不能搞对抗 第一步 海军不能搞对抗 所以当时 张爱萍主持中国的海军 和美国的海军 联合军事演习 已经演习了三年了 势头非常的好 但是到了八九年中断 各位大家先介绍介绍这事 这个八九年呢 最近呢 很多的材料 特别是我 好像是前两天 我就念了一次 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秘书 包同 包同今年已经接近九十岁了 包同呢 现在人还在北京 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 当时十二大 胡耀邦是总书记 回来下去了 十三大赵紫阳出任 中共共产党总书记 兼军委第一副主席 军委主席是邓小平 这个八九年被打断了 把中国这个 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两步走 给中断了 所以说呢 这件事就非常的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略知一二 但是我尽量的来找材料 但是比我年轻的人 因为我今年七十五 比我年轻的人 应该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那现在得等于说 也给他们补课 你们先得了解基本事实 完了你们得第一是认知 第二是认同 完了咱们再讨论 得当时呢 你再给那个 由周航再给我放一个 就是今年是六四三十三周年 我先给大家讲一讲 基本的事实 基本事实分成两块 一块叫物理事实 一块叫社会事实 现在我讲的 当然是社会事实 物理事实 再是当人之了 我只是搜集的材料 开的会 或者开的这个当面 跟他们进行交流 比如我跟鲍彤 我们就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当面交流了若干 鲍老爷子 当时我们管的叫包工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 现在好像应该是 接近九十岁了 鲍彤跟我讲的 还有跟我们一块讲的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管的叫口述史 所以他待会呢 现在由这个周航再给放 现在的一个 我们叫 段子 因为我们 我是教书教了55年 56年 我现在在美国接着教 而我们教书就是三有 第一个 我们叫有道 就是 一千多年以前 韩裕那个话 叫师者 传道 授业 解惑 传道 什么道 道义 道德 正道 或叫真理 传道 授业 解惑 那么我们传道 三有 第一个是你得有道 你得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 你不能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叫有 叫有 有道 第二个是有料 料 就是故事 第三叫有群 所以得符合三有 有群就是对我们老师的一个要求 叫寓教于乐 所以由周航先给放一个 小段子 我要存款 先填个表吧 好 同事请问 今天是几号啊 八的平方 八的平方 哎呀 这位同事数学真好啊 连日期都用数学公式表达 因为啊 上边规定 今天的日期不能说 今天日期不能说 为什么呢 是谁的计日啊 嘘 计日也不能说 这么神秘啊 可是同事 我数学不好 那八的平方是多少啊 八的平方都不知道 就是六 看了被你给害了 告诉你了 今天的日期不能说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八的平方是多少啊 那你就写五加一 五减一就好了 五加一 五减一 啊 这我会算 就是六 哎 知道就好了 别说出来 省得惹事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的日子不能说 哎 好了好 把表给我吧 你要存多少 我要存六万四 哎 不行 不能存这个数 为什么呢 我存多少钱 咋还在你规定呢 不是我规定 是政府的规定 这几天啊 都不允许碰这个数 不论是存还是取 就是不能有 这两个数 这是哪个神经病规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 是哪个神经病定的 不行 咱就别找麻烦 您就改个数吧 哎 真是岂有此理 哎呀 那我就分两笔存吧 我先存一个五万九 我再存个五千 嗯 这就对了 真是 这是个扯淡的国度啊 那好了 别丢了 哎 同志 我听说银行现在坏账可多了 告诉我这钱 能不能拿不出来呀 哎 不用担心 我们行垮了 上面还有央行呢 那央行也垮了呢 央行垮了 还有共产党啊 那 共产党也垮了呢 这么天大的好事 您只损失六万四 您就回家偷着乐趣吧你 我觉得这个段子呢 编得非常幽默 也很简洁 就是今天 是1989年的6月4号 33周年 也是个忌日 简单说 不是我们的忌日 是 中国共产党的忌日 因为这个六四 33年以前 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开枪 杀死了我们人民大学 就是八个 杀死了北京市民 据我们人民大学的 丁子林教授统计 202个 因为他跟我 他跟我是同事 他也是人民大学的老师 他的外号 或者叫 这个 尊称 叫天安门母亲 丁子林 他的独生子 当时在我们人民大学附中 我们叫任南附中 可能是高一或者高二 在89年的 这一段 一枪打死 所以 丁子林抗争 顽强的抗争 一直抗争到现在 33年了 他的年龄 已经接近90多岁了 我们管他叫天安门母亲 我的一个建议 或者提议 希望把天安门母亲 当然不是他一个 他是一个代表人物之一 代表着北京市民 大约是几十万 甚至以上百万 和现在的乌克兰的母亲 乌克兰是44400万 现在正在受到新沙皇 普京和他们的俄罗斯军队的欺负 所以对于俄罗斯 我们叫寝乌战争 相当于日本的寝华战争 对于乌克兰 那叫抗俄战争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 对于乌克兰是百分之百的正义 所以我们叫正当防卫 叫卫国战争 乌克兰现在正在死人 据说是去昨天还是今天 一百天 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所以乌克兰也有好多 相当于丁子林这样的天安门母亲 同等 我们希望把 33年以前的天安门母亲的群体 和现在乌克兰的 乌克兰母亲的群体 争取申请 今年或者明年 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我们的一个提议 这个 就刚才给大家放这个小 小幽默的段子吧 完了你再给放放那个什么 就是最近是 应该说谣言四起 你也不能说是谣言 就叫做遥遥领先的预言四起 为什么说什么 说现在最敏感的问题 就是六四 33周年的前后 中国呢 传政变 或者叫兵变 这件事 简单再给回眸一下 就是 19 1976年 9月9号 毛泽东去世 毛泽东是中国的一带的 一把手 他是到了1976年的 9月9号 他死了 过不了一个月 1966年的 不是1976年的 10月6号 他最信任的人 你办事我放心的 主掌中国政府的 华国锋总理 和他一个老人 就是师大元帅的 最后一个 叶锦英元帅 他的头衔 是中国中央军委 常务副主席 主持工作 主席当时毛泽东 毛泽东死抓起来不放 所以毛泽东一死 实际上军权 一把手的军权 就是叶锦英的 所以这俩人的并列 就是叶锦英元帅 和华国锋总理 俩人一联手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这也是人家 这些知道这事的人 包括戴行他们 跟我们讲过 我也听过别人讲过 就是当时由康生 康生是中国 共产党在文化大门的时候 叫中央文化 革命小组的顾问 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是陈伯达 这个副组长是江青 江青就是毛泽东 38年的妻子 这个顾问 就是康生 康老 那是中国的一个大坏蛋 他是双手沾满了 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先学 为什么 他从苏联回来的 学来的 叫肃散 叫中国 苏联有一个肃反委员会 头叫杰尔仁斯基 他的双手沾满了 苏联共产党的 这老一辈领导的鲜血 那么沾满了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鲜血的 头号就是康生 但人都有两面性 康生的秘书叫李欣 李欣贡献非常大 他是第一个 或者第一批 跟华峰同志 策划 抓孙人帮 这件事有好多人不知道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搜集这些知情人的 尺量 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战化你对于中国的政治博弈 高层的政治博弈 你就有了一定的知识 战化你就可以推断 今天高层的政治博弈 今天是谁 当然就是一把手习近平 二把手就是李克强 还有以前的中央政博常委 国务院总理 朱伦基 还有原来的政协全国主席 就是李瑞环 包括上一任的总书记胡锦涛 他的副手就是温家宝 所以我给大家再说说这个 基本的线条 就是毛泽东一死 中国的这一批人掌权的人 那就是华国锋 叶剑英 胡耀邦 赵紫阳 他们这四个人都掌管过 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 包括胡耀邦 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耀邦同志 再往他前 那就是华国锋主席 再往前 那就是毛泽东主席 后来他当了一年到两年的 这个主席 中央给他调整了 就变成中共中央的 共产党的总书记 胡耀邦 他大概两年多又下去了 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赵紫阳同志 赵总书记 而且赵总书记还兼着 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主席就是邓小平 第一副主席就是赵紫阳 当时小平承诺 再过一两年 或者一年左右吧 就把中央军委主席 交给赵紫阳 那么赵紫阳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他又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又是军委的由第一副主席变成了主席 那么军委还有一个副主席呢 那就是杨尚昆 杨尚昆是什么人 杨尚昆原来是中办主任 后来在文革市被打掉 叫彭罗陆阳反党集团 那个杨又是杨尚昆 但是文革以后给平反了 后来他就出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尚昆 杨主席 杨主席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所以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还有好多联系生 他就问我 说你们中国军委主席 邓小平 副主席 有一个常务副主席 还有一个第一副主席 所以第一副主席大还是常务大 这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你们一定要理解 中国共产党高层内斗的这种事实 这样的话你可以预测 推断 推测 今后 今后大约不到半年 二大就要开了 二大开了有一个传播的非常 广泛的一个留言 就是习近平退不退 现在有好几篇 这个东西 我认为分量都比较重 真的假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分析 分析 你得有原因呢 你得有功底啊 你得知道原来的共产党的 一把手 二把手 他们怎么斗的 就是他们内斗 他们怎么斗的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以后 明后天 我再给大家分析这些事 非常敏感 到底真的假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分析它 这个是必要的 当时呢 这个第一波 毛总死了以后 华国锋 叶剑英 胡耀邦 赵紫阳 因为胡耀邦 谁提拨他的 主要还不是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还没出来呢 所以没出来 还没有完全被解放呢 也就是他 人身的自由 还没有得到恢复 可是那个时候 华国锋主政 叶剑英 也是并列一把手 他们提拨的 这个 胡耀邦 后来 胡耀邦 当了两年多的总书记 就变成了赵紫阳 所以我就没想嘛 第一代的 就是毛总死了以后呢 41年 这个 第一代就是 华国锋 叶剑英 胡耀邦 赵紫阳 这四个人是一个 概念 或者是一组概念 完了以后 就是江泽民 和 朱镕基 当时还有个总理 叫李鹏 李鹏呢 现在已经去世了 现在朱镕基还健在 因为当时的党 就是江泽民总书记 兼居委主席 那么政府 就是朱镕基总理 因为朱镕基政府 朱镕基是个强势人物 工作能力很强 原来是右派 右派能在 江泽民的时代 能当总理 很多人都是 瞬目结舌 就是证明 那时候的思想解放 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 因为右派是属于敌人 右派呢 一共抓了有几十万右派 当时基本都平反了 但是还剩下 也不是四个 也不是六个 朱镕基是个右派 但是朱镕基呢 他就当了总理 有实权 主掌中国政府的 这个部委 有几十个部委 所以第二波呢 我就认为应该是 江泽民 朱镕基 再往下走 那就是胡锦涛 温家宝 我觉得把这四个人 给他化成一个 集体 就比较 简洁 也比较合乎实际情况 有人说 那再往后呢 再往后 就是习近平了 在2012年 习近平出任为 总书记 后来就变成了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那么习应该跟谁 排序呢 当然是应该跟毛东 因为他现在已经 越过了邓小平 本来我们叫毛邓 这个习 但是习近平呢 现在已经是 基本上背弃了 邓小平的 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这违背了邓小平 对于美国的关系的定调子 就是这句话 增加信任 扩大共识 减少麻烦 不搞对抗 被背弃了邓小平的 关于韬光养晦 不出头 但是现在习近平 由于不学无术 由于他的性格 是刚愎自用 他的这个不听劝 所以他自己呢 就违背了 韬光养晦的 这个小平定的一个 基本的战略的基地 他现在要经济 他是第二位 他就想从经济第二位 由作二忘机 他想全面的超过美国 这就是一个战略书 因为呢 小平说的韬光养晦 就是战略欺骗 欺骗的还不错 几个美国总统都上当了 从川普总统 开始醒悟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醒悟 也是一个双向的互动 就是你这边越来越 猖狂 外交 我们叫战狼外交 用这个思路 他叫做 停止超过美养晦 因为小平还有一句话 叫有所作为 他现在就是有所作为了 他就说小平 这超过美养晦 已经好几十年了 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干什么 坐二忘一 他就破坏了 二战以后的 世界的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 是西方 西方的头号 大国 当然就是美国 现在他从经济时量 他变成老二了 实际上 他跟美国差倒 差远了去了 所以他有一句话叫 东升西降 这句话是延续毛东的话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帝国主义 一切一天的烂下去 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 他认为 那个时候毛东就说了 东风压倒西风 现在还干什么 东升西降 西降指的就是美国 这种误判 这种战略的判断 完全错 南辕北辙 所以现在为什么 有一个激烈的传言 就说大家都看明白了 说要跟着习近平 再干个半年 到二十大 如果他再连任 共产党就垮台了 叫君子之辙 武士而战 到了习近平 正好是五辈了 这些党内的一些干部 联合起来 让习退休 据说 传言很多 所以我呢 明天我再给大家讲讲 这些传言 也就是说这些谣言 到底是谣言 还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我们怎么判断 我也可以说说 我个人的观点 给大家一块交流交流 所以到这个份上呢 就是二十还有半年吧 但是二十大并不是关键 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没有法 我比如说举例的 一大 是1921年 他们所开的 我认为不对 因为共产党成立是1920年 1921年 开的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着全国57个党员 一共有12个人 在上海开的 所以他们就把做 一大的这个开幕的日子 就变成了共产党的生日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 生日生日 这孩子生日 叫生日 过了一个月 这孩子叫满月 过了一周年 这孩子叫周岁 而21年的7月1号 是共产党一大 不是他的出生 出生日子是1920年 所以他把这出生 跟这个满月 或者是生日给搞混 而且日子还搞错了 应该是1921年7月23号 开的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一大 他给继承了7月1号 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变成7月23 一大到五大 一年一次 六大 他把莫斯克开起了 这是非常荒谈荒代 荒谬荒谬荒谷的事 你是中国共产党 你一大到五大 都是在中国境内开的 你六大 你跑到俄罗斯的首都 苏联的首都 莫斯克干嘛这样 你都不可思议的事 待会儿 那个时候呢 苏联的老大 当然叫斯大林 斯大林呢 看不上陈独秀 就把陈独秀给开除了 给除名了 完了斯大林就提了一个工人代表 邓中发 向中发 向中发是个工人代表 因为那时候毛泽东呢 他们都是农民出身 所以说呢 他得要工人阶级的政党 所以说就找了一个向中发 向中发就被任命为第六次党的总书记 但这个小子不争气 他卷着党费 他跑了 要卷班跑了 后来也给他开除了 完了 这是二 这是二十六年 开的六大 完了就不开了 一直到六大到七大 隔了十几年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 共产党他没有规矩 按说当时一年一次 你最多你五年一次 但是六大到七大十几年 七大到八大又是十来年 完了九大十大 是给否了 党的历史决议给他彻底否定 就要彻底否定了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结论是这样说的 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 还是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所以现在你就不提 这九大跟十大 完了十一大 当然那头就是华国锋 完了到1982年 正式开的是党的 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 总书记 主席 胡耀邦 所以我们就说呢 把华国锋和叶剑英 跟胡耀邦赵紫阳 作为一个团体 或者说作为一个阶段 完了习近平 他就应该是毛泽东 邓小平 习近平 但邓小平没当过一把手 他只当过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国家有一句话 党有一句话 我们要党指挥枪 不能枪指挥党 邓小平就直接违背了党的这个 党指挥枪 他就枪指挥党 枪指挥党的恶习 或者说恶劣的事件 就是33年以前的六四 六四由邓小平亲自主持 他调了将近20万解放军的军队 我们要野战军 进北京 完了开始镇压 杀人 这件事 从来没有过 这就是所谓的党指挥枪 而不能枪指挥党的一个恶劣的先例 因为党 刚才讲了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 赵紫阳又兼任了军委第一副主席 但是 小平是老大 他也不跟你商量 因为当时中国人民讲究有一个指挥系统 那叫三总部 叫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期部 叫三总部 三总部他也甩开了 小平自个儿跑到 跑到这个 北京外 调兵去了 他凭了他自己的魅力 和他凭了自己的老关系 他就在全国 至少是八个军区 他就调了将近二十多万解放军的正规军 那时候我们叫野战部队 这件事就造成了极大的恶务 一直到现在33年了 他们死不认账 而且他们不许提这事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放了一个段子 就是这意思 你就不能说八九六四 不能说这事 你还不能说八八六四 不成 八八六四你也不能说 这就证明做贼心虚 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非常滑稽的程度 老百姓给咱们能编成一个幽默剧 短剧 这种短剧在全国相当的多 我是昨天搜集了一个 给大家播了 以后搜集来的 我都给你们说说 让你们高兴高兴 开个心 也就是你可以体会 中国的老百姓的智慧 既然你不让我说八九六四 我就给你绕弯 拐弯摸脚子跟你说 所以到了这个 这个33年 我们就主要为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七上将八上将上书这事 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由党军把它转变成一国军 是我们中国的方向 这个国军必须得跟美国的国军 也就是美军战略合作 已经进行到了海军联合军演 三年 第四年陆军 到这份上了 很多人急躁 就是极权 极端 极躁 而且他们无知 他们就不知道人家这些 这个军队的这些老干部 我再说一句 就是张爱平 叶飞 肖克 杨德志 陈在道 李聚奎 宋时伦 这些人 人家是非常负责任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人家做了好多工作 如何能一步一步的 把这党军党卫军变成国军 但是失败了 怎么办 不要紧 失败的经验 成功的教训 我们要总结 我现在作为老师 我知道的事 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 希望这些年轻人 你们要掌握这段历史 我们叫历史的真相 实事求是 这样的话 有助于你分析后来的事 所以你后来 你要分析二十大 有什么动向 共产党是不是很在乎 二十大 我认为他不会在乎 因为二十大 当时是改革开放以后 政治生活走入正轨以后 五年开一次 所以说八二年 开的是第十二次 全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十二大 完了十三大 一直到现在 开了十九大 按照这个顺序 今年二零二十二年 应该开二十大 但是大家不要过分的强调 这个秩序 因为什么 因为从 这个从六大到七大 他十一年他就没开 七大到八大 他又没开 后来慢慢走入正轨了 现在又挥不过去了 所以不要过分的强调二十大 二十大有可能不开 不开怎么了 不开不是我们瞎说 他以前就不开 他也可能提前开 也可能不开 也可能开一个假的 他内部的事 你叫黑箱操作 他都定下来 他在这跟你们虚晃一枪 这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以后 好好地给大家分译分译 中国的最新的政治经济 这个社会形势 所以今天呢 我就先跟大家讲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呢 给我发这个 叫叫赵民的邮箱 愿意参加讨论的 我都非常欢迎 咱们就在这自由论坛 在这讨论一下 中国的政治经济 社会的这种大问题 也就是说 咱们讨论咱的谣言 专门讨论谣言 哪些谣言是可信的 哪些部分是可信的 为什么可信 为什么它是谣言 为什么它有可能演化成 遥遥领先的预言 完了你再给我念见这个 再让我女儿给我念见 现在的这个留言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连续做了几天 做了几天 我上一次 昨天是跟这个 袁腾飞 也是我们的校友 中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友 袁腾飞 人家教历史的 口才非常好 他讲的就是 中国爱辉条约 已经建 已经成立了164年 现在俄罗斯不相化 他在隆重纪念 中国爱辉条约 爱辉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 他现在高调纪念 164年 其实也不是个整日子 所以袁腾飞讲的很好 你们可以看 昨天做的 今天播的吧 今天播的 在前一天 我是跟另一个校友 北京首都 这个师范学 首都师范大学 原来我们叫北京师范学院 我们叫石国鹏 石国鹏不光是我大学的校友 还是我北京四中中学的校友 他是我们北京四中的历史老师 他一共在北京四中教了14年 教得非常好 后来他又到了加拿大 留学了两到三年 所以前两天 我是跟我们这俩老校友 一个是石国鹏老师 一个是袁曾飞老师 周教授 我必须坚定的表达我的观点 您绝对是严重低估了 中共的邪恶和狠毒 您太理想化了 就马斯克的星链项目来说 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 阻止其实施 这些年中共大力开发太空导弹 就是为了消灭卫星做准备 就六四事件来说 中共不倒台 永远都不会得到平凡和清酸 这个事我要回应一下 就是说呢 你说我低估了中共的邪恶 我不同意 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71年 我来美国现在是四年多 我经过好多运动 中国的共产党毛泽东 那个时代 搞了有几十个运动 我虽然没有每次都参加过 但是我是耳濡目染 所以我对中国的邪恶程度 绝对不会低估 但是你也不要高度 我们的话就是实实求是 你不是像中国人民 蒋军他开枪 镇压北京人打死了大约是几百人 你想想 对于他的邪恶 能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 北京市民和某些学生 特别是人民大学的学生 他们给打死罢了 你知道吗 我对邪恶没有低估 但是你也不要高估 你比如说 你说他会把这卫星都打下来 他不可能 我一再说 我在希望 有一个希望之一 寄托在马斯科身上 马斯科现在已经放了 三千多颗卫星了 他准备放四万二千个卫星 他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 搞一个星链 完了他现在正在制造星链手机 星链手机 我昨天就讲过 有人说 他还得有地面站 你们就低估了技术的进步 我跟大家说过 我在二三十年以前 中国有了无线手机 就是大哥大 很沉也很大 还得拉出一天线来 后来很快 天线就没了 这个大哥大的体积越来越小 现在就是手机 鸽子兜里了 你不要以为说 技术进步 超出你的想象 现在马斯科正在制造的星链手机 我相信 他的体积可能跟现在的手机差不多 天线没有 有 在他手机里头呢 他就会把地面站省掉 为什么 他叫无线互联网 你有了地面站 地面上还得有光蓝等 他就可以控制你 或者叫防火墙 那么有了这个无线的六计 防火墙也可能有 但是很难 这叫磨钩一时 盗钩一仗 盗钩一时 磨钩一仗 我相信 共产党这种邪恶的 他这种控制大伙 知情权的这种事 他要土崩瓦解 有人说几年 我估计也就是十年之内 所以说我呢 是谨慎的乐观 也就是说你让全国的老百姓 权利的老百姓 能有知情权 能有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世界的政治文明 就往前走一步 就是那句十二大那句话 我们要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的 高度民主的 现代化国家 又离着高度 要进了一步 周老师 我想问您 中国经济体制 可能会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吗 当然会有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我国台湾省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已经实现了 就是刚才说这句话 台湾人两千三百多万 如果你得病 你挂一号 你跟当现在的台湾的高级干部 完全一样 据他们给我估算 好像十几块 十几美云 人民币可能也就几十块 一样 一粒平等 看病 看病病的时候给你开药 那些药有若干个 保险 什么药 什么保险 你负担多少 非常的精致 所以台湾在中国是三市 就是这个 中国是 就是这些省市吧 搞的最好的省 就是我国台湾地区 或者原来叫台湾省 也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这一点上 做的比美国还好 跟日本和以色列等同 也就是说全世界 这个全民一保 又少花钱 又多办事 效率又高 全世界的模范的模范 有人说中国大陆 能不能搞 当然能搞 因为我们两岸都是同种同文的 华人 排位能干的事 为什么我们干不了 但是要想干 就是积极的 稳妥的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阻力 就是习近平那句话 该改的我们都改了 不该改的 坚决不改 该改的就指的是 政治改革 他说那是不改改的 那是最改改的 就是他说坚决不改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 这种一党独裁的 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 或者叫独裁专制的体制 你这不改 你那个全民一保 不可能 台湾已经改了 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 自由民主的 宪政的一个中华民国 能在这个平台 听到周教授的观点和想法 很荣幸 是以往很少听到过的声音 蒋石锅鹏教授的讲解 好像周教授的情绪 总是更激动 各有特色 关于爱徽条约的一些事情 作为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我想问的是 我们能做什么 一个条约就是一个合同 对吧 而且还说了 没有年限的 那怎么办 作为中国人 那就是一道国耻 就算到了曾经的割让地 似乎也很无力 能喊两嗓子 这里原来是中国的 站在那里 摇丝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何等心痛 何等不甘心 我们能做什么呢 能做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中国第一大岛 就是库越岛 面积是7.2万平方公里 第二大岛 台湾岛 面积是3.6万平方公里 现在第一大岛 被俄国占上了 而我们的第二大岛 台湾岛 已经基本实现了 自由民主法治 和谐的 这样一个 我们不可分割的一块 所谓领土 那我要问你了 那库越岛难道就可以分割吗 所以现在我们的第一位的任务 就是组织一个库越岛 开发委员会 我希望你们都参加 第一 我们要发声 就是对库越岛 声明 声索我们的主权 怎么办 第一步 就是组织人 登岛 相当于 有些人前些年登陆了 钓鱼岛 钓鱼岛是一个培养公里不到 但是中国人前不后继 登岛 登岛被轰出来 过些日子再去 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我们就用在登库越岛上 库越岛当然 你要去 可能俄罗斯人 他就轰你 轰你也不怕 你给我轰走了 我再去 因为库越岛很大 你不注意的地方 我们就上去了 上去之后 宣誓 这个岛是我们的 经过一个博弈 就是摩古以使 盗国以仗 盗国以使 摩古以仗 而且登溃倒这事 我们一定要联合美国 因为美国是中国的人民的铁哥们 当时日本亲了我们中国 最帮助中国的 就是美丽英合作国 我一再次说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 组织美国的军队 叫做美国援华志愿军 俗称飞虎队 飞虎队的一个司令 就是陈纳德将军 陈纳德将军的夫人 就是中国人 叫陈祥梅女士 我跟陈纳德不认识 但是我跟陈祥梅女士有一度交往 有 现在陈祥梅女士也岁数很大了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明白 在历史上最欺负中文的就是 沙厄 苏联 或者叫新沙皇 对我们中国最好的就是美丽英合作国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枯越岛等 把它要过来 我们一定要跟美国结成所谓战略伙伴 用习近平的话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 没有一条搞坏 跟美国搞好了 跟欧盟 北约都搞好 用适当的时候 用适当的办法 把我们的三北 就是不是三外 就是外东北 外西北和外蒙古 一共是三百二十万平常的土地 当然包括溃岛 现在我们就要从溃岛下手 就是把溃岛登岛 我们可以找帆船 木子船 上去 上去肯定 俄罗斯要把这些人轰走 轰走我们再去 经过不懈的努力 就相当于 登钓鱼岛差不多 就相当于日本 日本说北方四岛 是二战以后被 俄罗斯被苏联给侵占了 但日本就是摆着不挠 一直到今天 他就宣布北方四岛是日本的 一直到现在还没要回来呢 没要人也干 我们叫明知不行而为之 叫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这种精神 我们也得有 那么首先 我们就组织一个 溃岛的一个会 专门讨论溃岛 请石国鹏 还有袁腾飞 他们这些历史学家 把溃岛的历史 先跟我们说清楚 因为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你说 你不是那个 袁腾飞就讲 说是清朝请来的 两个法国的传教士 这两个法国传教 首先登陆的就是贵岛 因为当时大清政府也不知道 日本更不知道 那个前苏联也不知道 真正第一个登岛的 就是大清政府请来的 两个法国的传教士 这两个法国传教士 名字已经有了 但是现在他们的世纪 不多 所以我正在搜集 这两个传教士的世纪 比如他们昨天岁数 他们后来多大年龄的时候去世了 他们以前是干嘛的 对这两个人 我们就希望将来 溃岛战里 就是恢复中国的主权以后 给他们来也建一个纪念碑 对我们对于全世界的人 对于中国 友好的人 帮助中国的人 我们要不能忘他们 周老师好 从YouTube看到您以前讲 中国社会问题分析的讲座 认识您的 没想到中国国内 当时就有这样敢言的人 真心佩服您 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怎么看待 现代的国内媒体 整天在用张维为 金菜荣等人的视频 给老百姓洗脑 如果不因为去年 国内强制打新冠疫苗 我也是被他们蒙蔽 从我拒绝了毒疫苗开始 算是彻底看清楚了 中共的真面目 但是我家里人 我的兄弟姐妹 还是依旧无条件地 信任中共 我怎么拿各种 中共的邪恶势力 给他们看 他们也不信 宁愿相信中共的 一面之词 即使是无法开脱的事实 他们也会用这种事情 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来给中共开脱 以前他们读大学的时候 还真的批评政府 这几年被中共的宣传 彻底的洗脑了 您说我该怎么 让他们看清真相 我都不敢把翻墙网站 告诉他们 怕他们举报到 网信办给疯了 到时候我都上不了了 而且境外视频 发到微信就被屏蔽 还封号呢 对 这就叫魔狗一指 道狗一杠 道狗一指 魔狗一杠 叫博弈 还有一句话 叫多行不义 必自毙 比如说习近平 他是2012年当任的 当了一把手 他就给你折腾 本来人家胡锦涛 讲得非常好 叫不懈怠 不动摇 不折腾 他就给你折腾 折腾到现在 九年多了 还有大约还有半年 就到了坎了 就所谓二十大 但二十大我一再想 他有可能不开 或者是 假开 所以你也不能 完全把希望 就在二十大上 你就在二十大上 是程序 中国共产党 他不讲程序 原来他说过 我们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是我们国家的 基本方略 他现在就不讲法 比如说他在上海 2650万人 他双封就封 他清零 说清零就清零 所以说你不要 对中国的法治 具有过高的希望 但是我们需要法治的建设 对于建设 是没有完的 我们就叫做 明知不行而为之 就叫做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我不管法治 能不能建立 我们也得建立 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你不要高估的 估计这些反动势力 你也不要低估他们 他们也很邪恶 比如说64年 89年 33年以前 他们就能在天安门广场上 查案件两侧 他们就能动用主战场 两个家自动武器向自己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学生开枪 打死数百 你想这种事很多人就没想到 包括美国人 权力的人也没想到 中国有好多人也想不到 但是不要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是这句话 路遥之马力日久借人心 你们以前想不到吗 你们想得到两个月上海被封城清零 你们也想不到 但是不要紧 你们想不到他的这个形势比人强 你想不到他会反复的教育你 如果你一次想不到 你第二次你就想到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对未来是谨慎的乐观 中国早晚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按国际惯例办事 什么叫国际惯例 就是中国人起草的联国献章 普世价值 我再给大家放一段 就是江林女士 她现在人在加拿大 她在去年前年来过我家 她就跟我说过 她作为解放军报的一个记者 在1989年3月7号 3月8号 她就到了拉萨 所以1989年戒严开枪是两次 一次是拉萨 当时拉萨的头 就是西藏自治区的书记 叫胡锦涛 当时胡锦涛是头戴钢盔 手握自动武器 站在拉萨的街头 指挥中国的当时有两个堂师 已经有一个堂师已经掉到拉萨了 第二个堂师进之前 中央军委派解放军报的 我老说他是高级记者 或者叫耀文部的记者 或者叫重大事件的采访的记者 两女两男 一个女在江林 今年有不到70岁 她就讲 她说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89年是两次戒严 第一次是3月8号 拉萨戒严开枪杀人 第二次是1989年6月4号 北京开枪杀人 那一次 请江林再给简单介绍介绍 今天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 三十周年近日 全球各地都在举行大规模的盗牢活动 今天我们请来了六四事件 一位特别的见证者 她就是江林女士 在1989年学运期间 江林是中国解放军报的记者 她看到了军队内部的一些文件 而且在6月3号晚上 她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上 军队对平民的镇压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随江林的叙述 去了解六四事件 一些显为人知的细节 江林士您好 您好 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最近暴露出一个信息 就是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 有一个西将军上述的事件 您能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 可以 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但是后来被当局辟谣 就是说也是一个政治谣言 并且让七个将军都做检讨 我知道的就是张爱萍没有检讨 然后他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所以七将军的信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个在北京市 这个戒严的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叶飞曾经找张爱萍 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 跟中央军委有一个 就一起有个建议 就是不要让军队进城 然后呢张爱萍认为可以 然后就当时就让他的儿子 然后那个乞讨了一个这个信 这个信呢非常简单 就是人民的军队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人民的军队 绝不能向人民开枪 不要进城 更不要向人民开枪 就是这么很简单的这样 上书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上书没有结果 因为这封信的也有一个起源 还有更深的起源是什么的 就是在这之前 张爱萍曾经在这之前有一个 比这个要长一点的 一封给中央军委的信 那封信呢就是建议领导人 要跟学生对话 说我们也是曾经也是 做学生运动的 然后我们不要害怕学生 要去直接跟他们见面 然后说服这些学生 有这么一封信 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些详细的情况 这个详细的情况呢就是 第一封信是六四以后 我和他的儿子曾经有一个想法 他的儿子叫什么 张胜 就是跟我一起去天安门的这位 那个时候呢 那个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给他写一个传记 因为我们觉得他在这个六四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做出的这种举动是非凡的 就是比他一点不比他那个 当时只会两单一星要差 所以呢我们非常想把他的一生记录下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个我们就详细的访问了 那个张艺平上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那封信的那个草稿 军队戒严之间 我们通过报道了解到 在广场以及广场周围 发生了一些所谓的暴徒 烧军车和坦克的事件 甚至有烧死军人的这样一种报道 那从您了解的事实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暴徒 我觉得就是在 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 北京市民对待暴力的 一种反抗和自卫 因为就是后来我们记者也有 就是跟随那个捷员部队一起 就是一起采访这样的 眼见的这样情况 再加上那个还有各个军区 随同杰人部队进去以后 然后他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因为六四以后 为什么现在能得出来 所谓的暴徒 所谓的烧军人 所谓的杂军车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那个 这个是我觉得是那个六四以后 就是宣传的完全电脑黑白的宣传 那么有一个关键的细节 就是6月3号晚上 您和张胜一家人 是往广长的方向去看情况 而且当时您没有穿军装 而且是一直往里面走 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在街门看到的这个情况 看到了 拿到一些传单了 我也希望能够让张胜 直接就是直接知道 我就到他们家去了 那他们家吃完饭 他的一个参谋 在西边住的一个参谋 就打电话给他 说开枪了 几点钟 那个时候是十点钟左右吧 就说开枪了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 我当时一听 我就说那我要去 因为我是记者 而且我是报道 就是军报报道突发事件的记者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 那张胜就说 他跟我去 他一去的话 他太子说他也要去 他儿子当时是高中毕业 正在准备报考大学 在复习功课 所以他说那他也要去 我们四个人就在他们家 就是骑了四辆自行车 然后就向天安的那方向走 所以呢我们就目睹了 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 那当时你在现场 你遭遇了什么 我们在 我们是几个阶段 在看到的情况 先是到了西单路口 到西单路口呢 那西单路口完全被那个 被市民包围住了 就是用人做成的 就好几道的人墙 在阻止警察 那个警察的向天安门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开进 那个那么就说第一道线 第一道线是警察 那么那个他们就和这些 北京市民的先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就警察用催泪弹 就向这些市民那个投掷 警察手中有枪吗 没有枪 警察是那个催泪弹 那个催泪弹也是在北京 就是没有见过的 包括我都没有见过 因为那个催泪弹投过来的时候 就眼影都是 都是眼泪 就根本睁不开眼睛 而且呢它有烟雾 北京市民都没有见过 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扔过来了 一个烟状的东西就过来了 所以呢 那就证明我们在 我们从长安街走 已经走不通了 我们就绕到那个 就是长安街 北边的一条街 就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 走到了福星门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 枪声就起来了 到那的时候呢 就是这桥上 已经是火光冲天 为什么呢 就是市民 就是阻挡军队的那个 公共汽车 全部烧起来了 那他们把这公共汽车 推到了那个边上 那整个的桥上呢 是全部是部队的军车 大概有双列的这样的 这样的军车 军车上面就是士兵 那我们没办法就站起来 因为他们开枪吧 我们没办法站着 我们就同步前进 就像尽量的 这些车也扔了 尽量的向那个 尽量的靠近 然后我最后靠近到什么程度 这那个车的那个火呀 就烧着脸 就觉得脸 如果再近的话 就会把脸烧 烧伤 就劈劈啪啪啪的 那个烧的火光 这边呢 他们一射击老百姓就喊 打倒法西斯 然后这个枪声 就是很立即的就向这个声音方向 然后设计 这个时候就我们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市民受伤 然后那个有的 他们就用那个平板车呀 执行车呀就把这些受伤的人就就往医院送 你们在天安门最接近 最近的是走到天安门 最接近的是什么地方 我们实际上都还没有到达天安门 我们因为我们去天安门的 我们在 就是东华门和西华门 五门的这个 从这个阶段 我们把车放到那 就向你走 向天安门走 那时候天安门的门洞上 就全部是火光冲天 枪声大作 那个枪的密集 就像那个 就节日放 放冰炮一样 就是不绝于耳 当时我非常担心 就是我那个中午看 我在天安门看到那些学生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被打死了 或者说被打死了 你们是不是当时唯一向里面走的人 对 我们是唯一的 我们次的人是唯一的 对 这也是你能见证的一个独特的价值 对 我们是唯一的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向你走的时候 到五门的时候 就碰到了那个一队武警 实际上是从我们后面过来的 就实际上他们是藏在这个 埋伏在这个 我们这个黑暗里面的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就围上来以后 就是后来就说了 你们 你们不能走了 后来我 后来我问他 我说那我们就那个 我们从东华门出去 他们说不能出去 那个我们上来就打 就拿那个电影棍打 那个电影棍也是那个时候装备的 就是后来就你们知道的那个打死雷扬的 那个那种那种器具吧 它有一万伏的高压 然后那个力量非常大 电流加上它那个本身的那个力量 然后第一棍就打到我的后背 我就从这儿 一下就到了那 就出去了 就出去你那个板 这一棍有没有在您身上留下伤痕 当时当然是留下伤痕了 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了 但是呢那个就是 他紧接着又不断地打 他不是说打一下就行了 他是那个 就几个人围着你打 就这样 然后我都招架不住 后来那个就是张胜就过来替我挡着 替我挡着又打他 然后那个我的 我当时一边打一边 把我们往天安门的方向赶 不是说让我们从东方门出去 你当时推断 他们为什么会朝这个方向去赶 我估计他们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不太清楚 他们的那个目的是为什么 反正我觉得就是 他们要把我们打死就这样 因为他们一边说一边 就是要打死你们 在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候 你没有亮出自己的军人身份吗 对 不但我没有亮出军人身份 就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商量 谁都没有讲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们四个人的身份都很显和呀 我是解放金报记者 那张胜是总参军训部 战役处的处长 大校军衔 那他的他的太太和那个和儿子都是那个 就是上将的那个家属 为什么还是没有亮出军人的身份 我觉得我这一刻我就不是军人 我绝对不能跟他们 打死我我都不会跟他们捧流合污 但是我看到一个 我曾经听不少人说过 当时在广场上的军队 很多的士兵并不想开枪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把枪往天上打 您所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我所看到的事实不是 就是向人群开枪 而且非常密集 而且那个后来那个 袁木说说广场没死一个学生 我觉得这也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这个我我当时被打伤以后 就被被一群外国记者送到那个 送到了那协会医院 协会医院的伤就是伤员 基本上全部都是天安门送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西边已经全部被军队占领 军队是从西边过去的 那么不可能就是老百姓送去的伤员 会从西边过 就会从西边把人送到这来 这个西边基本上 协会医院所在的位置 协会医院的位置是在天安门的东侧 就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一所医院 我去的时候那个医院遍地都是血 而且跟我们的车同时到达的 有一辆那个大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公交车 那个司机下来 一边哭一边喊 说快来救人 说我的车上死的死伤的伤 很多的伤员 然后其中有一些伤员 他们进来他们就说 说医生你们不要管我们 你们赶紧到天安门去救人 那么六四战要发生之后 军队内部是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之前我也知道军队内部 有些不同的意见 那么之后军队内部有什么样的反应 据我所知啊 就是军队的高级机关 很多人都不赞成 因为我所 我在警方经报之前 我在总和军部工作 后来呢 任职张胜以后 又认识他们参加过那个 总参谋部的一些那个战役演习 所以也认识总参谋部的人 那么我们 我的家庭呢 就我又居住在总政治部 就是我父母 我父亲是那个总政治部的那个老人了 所以我又住在那 那听到 我听到的声音 大家都不赞成 而且有的人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这是自建国以来 就是最惨烈的一次事件 前几天那个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新加坡的一次会议当中 有个说法说 六四的镇压是对的 那你怎么看待他这种说法 我觉得前几年 他们还闭口不谈六四了 那么就是公开闭口不谈六四 那么现在他们居然肯定六四 把六四作为一个好事来说 这显然就是一个倒退 那前一阶段 就是大家判断说 文革要前途重来 那么六四现在也要前途重来了 好 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 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跟江林女士 还有包括戴晴女士 还有这些张胜的夫人 还有张胜的儿子 据说现在在美国呢 跟他们这些当事人 包括叶飞 肖克 杨德志 陈在道 李俱贤 宋世伦 等七位或者八位的这种老上将 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的主席是邓小平 但是邓小平调军队 他不是按照军队的指挥系统 有总参 总政 总后 三总部 不是 他是自己 靠着他自己的关系 和他自己的魅力 他跑到北京外 调军队 调了大概是二十万 二十多万 完全违背了解放军的这种组织原则 因为你比如说三十八军军长 当时叫万岁军的军长 徐晋天少将 他他在底下有六个重光甲师 三十八军是十二万人的一个重光甲部队 他是中国人民讲军战略总预备队 简单说有王牌 让徐晋天来 徐晋天不来 后来给撤了 撤了呢 他就由他们临时组织了 原来的比如说副军长 什么政委 他们来 所以这拨人 除了徐晋天 这拨人 指挥这个三十八军从西边过来 一一队打 这些人有人也找着他们了 找着他们以后呢 我们要找着他们 我们也得分析分析 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狠 向老百姓开枪 现在已经过了33年了 我们要把他们的心路历程 给大家讲一讲 特别是高层 高层现在又来了 对吧 高层一会是邓小平 他怎么由1984年的 他在天安门阅兵 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的几个人 写了一个条符 叫小平您好 就直接带到了天安门广场 突然就亮出来了 这完全不是官方的行为 是学生的非组织行为 可是小平呢 在天安门楼上 他坐着了 他阅兵嘛 他笑了 所以这件事就没有追究 那我就问问 由小平到1984年阅兵的时候 跟学生和老百姓的关系 应该相当的融下 学生没有经过什么内部的信息 就给他写了一个信 叫小平您好 而不是邓小平同志 非常口语化 可是五年以后 小平就在天安门抄了家伙了 他在犯罪的心路历程 我们要分析他这个 根据我们社会学的 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定律 分析他 为什么 以后就要预防犯罪 特别是现在的高层 一样 因为小平也是高层 所以小平不是说 一开始就是要镇压学生 而因为小平他 这个同意霍耀邦 平反预解错案 平反的是 平反的是上百万件 把毛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 叫撒向人间权实验 胡耀邦给他平反了 小平也同意 那么小平由改变这个 以街道中为刚 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 他怎么就五年以后 他就居然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枪 向手无寸解的学生和市民开枪 他这个转换的心路历程 以后我得给你们请 知情人讲 我希望你们都参加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预防犯罪啊 你得了解了解 这个上一辈他们怎么犯的罪啊 他们为什么就向老百姓开枪呢 而且你得你得 还得明白他这些上级 比如我刚才讲了 以张爱平为首的这七位上将 人家不想让老百姓开枪啊 那句话我再说一遍 就是军队属于人民 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 而且江林跟我说过 他们有两封信的 这封信比较短 还有一封信比较长 这封信 以后有机会向大伙披露 就是研究研究 张爱平将军 他们这些人 开国上将 包括这个聂荣贞元帅 跟徐向前元帅 他们是元帅 因为中国有十大元帅 有大约有十个大将 好像还有十个上将 还是二十个上将 反正这些人 都是中央军委的委员 他们一致决定 不许向老百姓开枪 不能够军队属于人民 所以叫人民解放军 他们怎么没挡住 就怎么把这个党军变国军失败 到现在还是党军 现在叫习家军 现在中国的军队有二百万 所以我们研究 他们的心路历程 研究他们的这种 这个思想的那个 这转变的过程 非常有用 为什么 以后为了就是防止战争 防止他们去打台湾 当时叶剑英 当中国的一把手 有一句话 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中国人 而且他是中华民国 他已经成立了一百一十年了 你怎么能说台湾搞分裂呢 这就是基本概念不清 你明明你是49年才成立的 所谓中华人民广国 或者叫共产党中国 人家是1912年成立的 怎么就人家搞分裂了呢 理论不通 基本思维不通 所以以后我给大家请几个 我认为他很有水分的人 给大家分一分析这些高层的 这些来龙去吗 来龙去吗 谢谢大家 我是5小小小小的 我认为辞助达 你竟然可以 Frankie